HiDeep in Business 商业学高级文贫 是一个多元化的两年制商业学课程 志在教授学生全面的基础商业知识 在学习的过程上,理论和实践并众 在课程设计上,HiDeep in Business 涵盖了两个专业课题 这两个Themes主要包括了Economics 和Financial Services 财务 目的是在基础商业知识上,为同学提供专业的课程 在Year One,同学除了收读通用技能的科目 Generic Skills Course 之外 也会收读专收课,接触到多元化的商业学课程 基本上,第一年的课程除了提供语文训练和通识教育之外 也会帮同学对多个商业学的科目奠定基础知识 这种课程设计,除了可以为同学打好学术根基之外 同时也可以帮助同学更了解自己的兴趣和专长 在Year Two的时候,就可以从Economics和Financial Services 这两个专业课程中,选择其中一个专题作为主收课 为了进一步丰富同学对于金融业务运作的学习体验 课程提供了很多多元化的校外活动 例如,去香港交易所Honkore Stock Exchange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做实地考察 除此之外,还会邀请行业专家,例如Investment Banker 政府监管机构即金局,进行一些客席的讲座 另外,增强同学对于金融行业,例如投行或Commercial Bank的一些知识 同学也可以掌握最新的行情 另外,同学也可以藉着这个机会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 至于在实习方面,Internship是在Training 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可以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 运用在实习工作上 这样,可以令自己更加清楚明白商业社会的实际运作 亦可以学习和人家沟通,建立团队精神 至于在升学律方面,这个program主要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学术基础 为升读本地大学的课程做好准备 每一年,我们也有相当多比例的毕业生、学生 可以成功升读UGC分的学院 而在不同学术范畴的课程,也有收录我们的毕业生 就例如金融、经济、工商管理、资讯管理、市场营销等等的课程 事实上,学院和老师也会安排多个workshops和talks 准备同学在nonjulplus application的时候,去申请UGC分的universities 就好像举办graduates talk,邀请师兄师姐回来学校分享入U的心得 也会安排program talk,邀请UGCFund degree program的admission tutor 去college讲解课程的特色和对申请人的要求 除了可以选择继续升学之外 我们也有毕业生现在在商业和金融的机构就业 例如一些商业银行、证券交易行、会计私事务所 以及是资产管理公司等等 除了上课之外 我们也会在课余的时间举办不同的gathering 让学生之间可以互相交流学习心得 准备 它的课余的角度 荒充 当下课余的角度 感谢观看